我现在是在车上录影了 因为晚上这边会 我的旧房子这边花圃会有野猫来破坏 我刚刚赶了好几只 夹猫跟野猫差不多了 他都会到处乱跑会破坏花圃 我这边守着赶了几只 然后下半夜再回去睡觉 就在这边 在花圃附近 在那边防 当门神 我这部电影 这个梅尔杰弗逊 杰弗逊拍的那个 大陆叫启士 台湾叫阿波卡列陶 这个 应该所有人都看过 因为这是一部名片 他 把那个 玛雅人当初的那个 拍成一部故事电影 因为这个故事电影 玛雅人的故事电影 很少演 很少拍 甚至 甚至三连星的都有很多都有拍啊 就是 我讲三连星的文明 他们各自都都还会有点拍 只有老大的没拍了 老大的没有那个故事 古埃及有 西方人有时候会拍古埃及的故事 因为 古埃及是他们的上游 他们自己知道 然后印度的话 那现在的阿三有有拍了 但是那个现在的阿三拍他的本源 古印度也 也不 也不是真实的状况 没有精髓了哈 然后 这个 老五的这个这一部他的电影 他的叙述就 很浅 但是 梅尔杰弗逊这一部电影 总的来说 被 中美洲的原住民骂了 哈哈哈 原来是什么 你丑化我 中美人你丑化我的祖先 丑化玛雅人 他他里面有一些 会 是有丑化玛雅人的 我在 我里面在这把点篇的时候再讲出来 但是他里面有一些意见是真实的哈 巧合啦 巧合是真实的 那这部电影 梅尔杰弗逊当时刚拍出来的时候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很大的那个震撼 因为 把中美洲当时的那个 琴静都演出来 而且他配的那个音乐就很原 原生的音乐 就是中美洲的他们的乐器 他们的乐器跟中国古代的乐器很像 我跟你提过 除了中国进入到金属时代的时候 有那个 庆跟钟 黄钟 他们没有进入金属时代哈 但是 他的乐器跟中国的石器时代的那个乐器是一样的 我提过二段体文明 会在石器时代保留比较长的时间在图像上面哈保留长的时间 当三连星进入文字文字文明的时候金属文明的时候二段体还比较慢 他在石器还有玉器 玉石哈 刚好他们 跟中国人一样有预示 我前面在正和下西洋的那一部 第七季吧 你去看一下黄大无间 不是 刺意横观第七季哈 他 我讲的那个 第六季第七季你回去找一下 我有时候不太记不太清楚了 第六季吧 那讲那个 正和下西洋的那一段哈 你就知道了哈 就是为了找他们哈 所以我现在用这个 他既然没有杰弗逊已经花了那么多钱了 我就一样 我就用你的东西来讲我的意境哈 因为这里面有很 我关键要点出一点哈 跟我前面讲的不太一样的就是我点出一点他 老五 在 西班牙人来之前 他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感觉老四要找他了 啊 然后他做了预备动作 我我我最后我讲完整整部电影我最后举好几个证据啊 啊 那他这一部电影他里面丑化了玛雅人哪一些我也讲一下啊 那我们先把那个电影的那个 带过去啊 先了解掉整部电影的那个 画风我在中间我再慢慢擦擦着讲啊 然后后面我再做一个总分析啊 一开始他就先 他其实前前面有一段话哈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版本没有啊 他前面有一段话是说 一个伟大的文明外敌无法把他摧毁他的垮塌 先从内部的腐朽开始 然后接下来就带入到 这一幕啊 带入到了一个丛林就开始要讲玛雅人 这一句话他引述了一句名言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啊 你听到就很有道理然后他没有杰弗逊子暗示说玛雅文明啊不是我们西方的毁灭你 是因为你你们自己内部的那个 啊自己的内部的腐朽垮塌 啊 表面上有道理实际上是狗鬼扯的 实际上鬼扯的 所以这也是那个什么 中美中中美洲的的玛雅人的后代的骂这一部电影 哈哈哈 他说你这个 这个是这个根本就是把责任都都都都推掉就说是你腐朽开始的 表面上很有道理啊 但实际上我们细细分析我细细分析你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他一开始进入这个丛林哈 然后他要讲述一个那个打猎民族了哈 就开始有 有有这个 猎人开始在跑 啊 然后这个是中美洲的一个魔啊 这个这个魔有点像猪啦 但他这边 翻译是魔 其实这鼻子比较长的那那变得美洲的一种原生动物了 那就打猎 然后男主角就出来了啊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男主角 那个 每一个翻译都不同啊 每一个 我看的翻译都不同那个 呃有那个影评的翻译是叫暴爪 啊啊 那我就叫暴爪好了啦 我就称他叫暴爪 然后他们把那个魔抓到了哈 就打死了 然后你看这一幕这个是他的同伴 这个站靠着树上的是那个暴爪的爸爸了 暴爪的父亲了 旁边是他的那个 同一个部落的同伴了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高个子这个人的长相 你说他跟中国人相不相 这人长相吗好像曾经我有个朋友长得也很类似他这个样子啊 高高大大傻大个的这种这种啊 你看没想到中美洲 中美洲的也有一个傻大个跟你他长得很像的 哈哈哈哈 这二段体文明哈 二段体啊 所以他跟你 但是那个人种人种学后他们有分析就是 中美洲的印第安人种啊 跟东亚的人种那个人种比对分析哦 这还是老外做的那个人类学比对分析 他说他们 这个中美洲的原住民是从中国就是从 中国和北方的那种 黄种人一直到那个 艾斯基摩人延伸过去的 一直延续过去的没有错 这是没有错的 那从DNA来分析也是 但是他们的长相 有有差异就是群众长相啊 那中国人的这个 全就是这个欢鼓这里啊 眼睛下面的鼓会比较 比较多啊 是比较膨胀的会比较宽 所以看上去你的脸会比较宽 中国人脸 他们没有是怎么回事 那是 后来他们做了一个人种分析是说 这个这个印第安人的祖先过去之后 这边才中国人这边才产生变异的啊 才开始产生这种这种演变的就是欢鼓不一样啊 所以才会有群群众性的比例性的差别啊 但是你从外表有些看 那有些人还长得很香啊 哈哈哈哈 这看了会笑死啊 看到他看到这个演员我会笑死啊 因为他跟我认识的人长得有点有点像 可是他竟然是马亚人 他是他这边演员基本上找的都是美洲原住民啊 像暴爪他是美国的一个印第安 印第安部落了啊包爪 那个主男主角是美国印第安部落 他们都同同同同 同个血血脉的啊 所以说他可能他祖先不是马亚人了 但他可以演马亚人啊 你找一个中国人去演马亚人也其实也可以啊 哈哈哈哈 好了不能找的太太太北方了像我太太那种不行 啊那 那个像我这种也不太行的眼睛太细了啊 眼睛太细了也不行了眼睛要要要要大一点 啊 欢骨要深一点的啊 然后他这个 他就把那个模要分配的时候故意开他玩笑 因为他 个子很大但他生不出小孩嘛 啊 就把那模的蛋蛋给他 等于这个是有暗示 你这是在讽刺我是吗 那他跟他讲我父亲吃了十个蛋蛋你就吃 结果 旁边他爸爸也跟着说 给他那个辣椒 说 要让他赶快生小孩 他说那是老太婆就是那个那个 他的丈母娘啊 想要抱孙子 这傻大哥的丈母娘要抱孙子 所以一直叫他赶快生啊 生不出来 哈哈哈 给他就突然呢 他发现森林里有动静 这些猎人 然后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穿着是没错了 穿着是绑这种他是壁画上面 改编的 确实是绑这种折羞布男生是比较宽 原因是什么他们处在热带 并不是他们不想穿衣服 他们是有衣服的 是因为处在热带 然后种田或者是 打猎会需要 打猎还有但是 这一步在那个 有学者就批评了 其实在 西方人到达 到达之前很久 他们其实玛雅人他们就已经 进入农业社会了 很早就农业社会了 跟中国几乎是同步的 几乎是同 4000多年型的农业社会了 然后 游猎部族是有 有就是 猎人的部族有但是 在 中南美已经慢慢消失了 他们是 已经开始是耕田都变农夫比较多了 然后北方还是有一些游猎会打猎的不足 还是有 所以他这样一样其实也没有错 有些部族他们还是 会打猎 因为 他们那边的 土地 并不是 每一块都很适合跟踪 因为他们能驯服的 我后面还会再讲到 玉米的事情 也就是说老五他替整个人类 有三大祖石 麦 麦是三年星那边的 传过来的 中国是到西汉才有那个小麦 我后面再讲 那他们 老五就是 巡化玉米 所以你看 这个世界的三大祖石基本上是 五都门的文明 演变出来的 其他旁渍文明拿去吃而已 拿去重新再种再改良 但是本源文明在进入农耕的时候都是本源文明 做出来的那个 中国人不用讲了 你知道了 结果他发现他就要赶快要拿出这个 弓箭要对付了 他就他爸爸把他手按下说不要 冷静一下 然后他 就 告诉那边躲在那边的人 发现有动静躲在那边的人 他说 他在那边喊话 这可能是他们的 他们的一种礼仪 他就喊说这座森林我 我父亲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然后 他就常常 带我来打猎 就代表我来这边已经很久了 这里算是我的地盘 意思是这样子 那你来干什么 然后那个 藏在里面的人就拿出 这个鱼了 就说 这代表是一个礼物 代表说我没有敌意 然后 就这个藏在这里的人是这个 看起来你就 这个人他就很典型 你看到这个人的长相 他就是很典型的 黄 黄种人的 前身 很典型 因为我们是之后产生变异了 他们 爬到中美洲之后 比较没有什么变异 做另外一方面 应该也有变异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人种的变异 那我们就就 变得更 比较不一样 因为环境的问题 他们又回到丛林里面 因为 从经过整个北美洲之后 到了中南美又进入到丛林又变回来 所以他这个长相就有点 像那个 有点像原始状态的 前皇种人时期 有点像东南亚的 但是又不太一样 你就会感觉到 感觉他们是另外一种人种 但是其实 跟我们是比较近的 结果发现他们里面的人都很恐慌 那个部落的 朋友都很恐慌 然后 这个男主角就追问 他就互相交换礼物之后 没有敌意 这男主角追问 你们的家园被摧毁了吗 被摧毁了吗 摧毁了那个 那他爸爸赶快拦住那个暴爪 拦住是拦住 他都不要过去 压住他不要过去 然后 就各自就散开了 他们就准备回部落 他们的部落还是在海边 挑了一个在海边的 部落 这个地形后面就 就吻合后面的故事剧情需要 他埋了一个伏笔 这是等于这个电影埋了一个伏笔 就是经过这条路 暗示在海边 最后面还会再出现这一幕 然后 他就扛 扛着那个猎物回来 他说今天在林子里看到的东西什么都不要说 啊 接下来就是 他爸爸就很有哲学的告诉他了 为什么不说他儿子就很怀疑 他说有危险了 因为那那个人 那些人被袭击代表有危险 有危机 他这个爸爸还有另外一种想法 他说人一旦陷入恐惧 就无法治疤 他怕造成恐慌就对了 怕是恐慌无法控制 然后 所以他才讲这句话 他告诉他不要 不要不要讲主曲恐慌跟暴爪这么讲 他他们回来的时候就 玩着开玩笑 这个傻大哥的那个 老婆是长这样子 也是 也是 有点前皇种人时期的感觉 但他又不像是东南亚 因为前皇种人时期要往东南亚找 东亚人走 东南亚人走就是等于是台湾原住民 可以看台湾原住民 因为我也有一点原住民的协同 台湾原住民是属于前皇种人 那个他 基本上皇种人 应该说是这样子 到了东南亚之后 分支到 中国了吗 然后东南亚的人产生变异 然后中国人再往 再分支 到北亚那时候还没有中国这概念 人种在演变的时候 布这个人种这条麦的这条局的时候 你们自己去上网查了 人种的从出非洲去迁徙 再分支出去之后 这边东亚产生变异 才产生变异 所以造成有一点差距 造成有点差距的 这个 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跟我们比较近的 因为 从这个撒大哥 还有一些人 的长相跟我们中国的很像 你根本分不出来 哈哈哈 你过 你过去半年他要说我是你马亚人 他也会信 他很高兴 然后你还要 你还跟我罗罗罗在一起他很高兴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 哈哈哈 找他们 让交交朋友 但是 其实没这个必要了 往这边看 他生不出孩子就别出来 就是等于他丈母娘的骂他了 结果他就用那个辣椒水 然后你看他抱 这个抱爪就抱着他的那个 儿子是他儿子 抱爪有个儿子就对了 你看这抱爪女主角很漂亮 抱爪他老婆就等于是女主角了 长得蛮漂亮的 但是他跟中国人就不太一样了 那他他又是黄种人 他跟你同属黄种 但他长得又不太一样 所以黄种人你不要一直以别 只有我们中日韩这样子 不太一样的 你看他露了一点乳房 他长得很漂亮啊 我觉得他长得很漂亮 那个是另外一种黄种人的系统 那个他 后来我查了一下他是一个墨西哥的 他的祖先就是真真实的 真实的马亚人 因为墨西哥 他的那个地方 我查了一下这个演员 他是墨西哥的马亚人后代 那就 他的祖先真的是马亚人 那抱爪他是中 美国的 美国的印第安人 那他们是同一同一枝的 连在一起的 只是他祖先不是马亚的 是其他的北美的部族 有点接近阿兹特克那边 是应该跟阿兹特克有点 有点关系 阿兹特克 阿兹特克只是马亚的旁枝 有点像 阿兹特克跟马亚的关系 就有像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因为你文明 以文明体来做对比的 他们演变的方式 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以文明体做对比的话 老五是马亚才对 因为他的文明 起源一直在那边 整个不管是历法也好文字也好 还有他的深度系 他们有深度系 我后面再讲 所以他才是真正的老五 然后 阿兹特克没有 他只是对马亚人做粗糙的模仿 可是阿兹特克是帝国 马亚是很多分立的那个 城邦 像城邦一样 所以他 他就变得很奇怪了 就变成 文明起源 他一直没有凝聚成一个帝国 反而是庞之岩变成帝国了 这个 老五的控制方式 刚好相反的原因 我们从表象上分析 原因是 没有牛马 没有金属金属 不然他们马上会翻转 马上就那个本源的马亚会变成帝国 他一定会往往北方 北方扩张 地脉会反向反向打开 然后接下来 一样也会 吞并吞并了 吞并这些帝国的方式就可能跟 跟我们的 中国人的融合普世就 会有点像 会有点像 但是可能手法会不一样 因为没有发生不知道 在整个马亚人大概3000年的历史 来讲 他一样会 会捕食 也是会 把庞之吞并进来 因为好几次 从南美洲和 北美洲的那个 他的庞之系统 对马亚做粗糙模仿 也是想要去占领他们 结果被他们 搞到变成 也是城邦 哈哈哈哈 这个因为他们 这一些特殊关系了 所以帝国也会反过来变成邦 反向了 因为原因很简单 直接的原因就是生产利益 没有牛马 你维系不了那个大帝国 但他们有道路 但他们的道路都有 都有建设 也会有通讯 所以 所以 所以很特殊了 他们的演变方法不同 但是你从他们的身上 你可以看得到 中国人在十七时代的影子 实际的模样 不是影子 是真实的模样 因为他就是中国人的兄弟 在整个深度系来讲 二段题就是 我前面提过很多次了 他就是DNA的双骨螺旋 撕成两半的 他的深度系跟他的文明 文明的内涵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是有很深的文明内涵的 你中国人有什么 他一定会有 跟你刚好是互补的 甚至有一些东西 还会比你中国人强 因为我后面分析 后面分析你就知道了 他到底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是你中国人没有的 因为我讲过他是具象系 中国是抽象系的 中国抽象系 玛雅是具象系的 在二段题里面 抽象系 搞抽象化 我前面日记有提过 搞抽象化 但是 这抽象系里面 他跟三联系又刚好相反 你 老式是空间系 可是他走抽象 而三联星的 空间系是走具象 你看是不是对得刚刚好 古埃及 他走具象 那三联星的 时间系是印度人 他走抽象 那 二段题的那个 时间系是 玛雅人 他走具象 所以你看那个刚好相反的 他对气 然后老大是借在中间 所以到最后 二三持起一合璧 老大是主角了 老大 老大主角 他不走 他横跨时空 他可以 他有这个横跨时空的能力 所以你们四个师兄弟到最后是 等于是 拱他起来的 然后 但是五个 五个人是共分世界这样子的 共同运转这个 这个 人类文明 但是会有一个中心 中心很抱歉还真不是中国 按照 按照那个 深度系的分 分布来讲 但是中国会占一个很大的重要 重要主角 只是 然后 中国也很需要他们 因为没有他们的话 你会死 所以像老师 我不是跟你讲吗 做了前面 很多影片都提过了 我就不提 我就接着提下去了 接着讲下去 所以 少了这些师兄弟的帮衬 那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他的文明系 五个师兄弟才能够互相帮忙 让整个人类文明存活的很久 然后什么力量不准他存活 我都提过了 我就不重复 这个这个这个女主角 这个 他 下一幕下一幕他的那个 整个部落又为什么在笑 就是那个傻大哥 还用辣椒辣到那个 生殖器了 开了这种很恶子的玩笑 意思就是说这个部落 原本是很和谐的部落 然后晚上大家要听 听这个老人 这个整个部族里面的一个 一个老人在讲故事 他讲那个人人性的贪欲 讲那个他都是用那个动物来做主角 跟我们 跟我们古代讲那个自跟自然界的那些神话故事就有点像了 然后 你看一下那个那个 这个女主角他又有个儿子已经生了 那他现在又怀孕了 那大家一起起来跳舞 起来跳舞 然后 就睡觉了 大家就 很开心就睡觉了 这就是很上古时代的那个部族生活了 但是 这个部族生活太上古了 因为其实 其实文明已经有发展出来的 包括玛雅人 他们有城市了 然后也有乡村 那他们乡村 至少也会有很多的房子 我在后面 再会 会有那一幕 我再修给你看 再做整个来讲解 然后这个抱爪就睡觉 结果 早上懵懵懂懂听到狗叫声就 就就梦见那个白天那个这个人 就是这个 白天那个遇到那个敌人很恐惧的敌人 他是快逃 他梦到快逃 然后就他吓醒了 有很很血型的那个 场面 我就我就不 不做了 但他梦见蛙心了 他就吓一跳吓醒 原来是一场梦 然后他就很可怕 结果这个噩梦就成真了 结果这个 又来了一群人要打劫他们的村落 那个这个 这个打劫的村 打劫村的我后面再提 结果就开始攻击 这个村中就开始爆发 爆发 爆发战斗了 还烧 烧他们的房子 然后 那个部族的那个 就是刚才那个抱爪的爸爸 让这些小孩子赶快跑 这部族的小孩子赶快先跑 然后外面还在打斗 双方都有死伤 然后爆爪打死 到爆爪打死了一个敌人 然后把他的 妻子跟儿子先放到那个洞 带他们跑到那个 那个 一个地洞上面去 把它放下去 那这个他就把他儿子跟妻子 一起把它放下去 让他先躲着 然后他要回去 再去 再去跟部部族 救部族的人来 来打斗 结果被 被打败了 哈哈 抱爪就被抓了 啊 那抱爪的爸爸呢 就告诉他不要害怕 因为他也被俘虏了 告诉他儿子不要害怕 结果他就被杀了 啊 然后 抱着他爸爸被杀 然后这个傻大哥他老婆被 被强暴 被 等于是 强被抓着强暴 他一直看到这个 这有些血清了 我就不 不播了 反正 有点野蛮了 就强暴 强暴之后呢傻大哥很愤怒 那旁边的小孩一直在哭啊 一直在哭 他这边写的就是那个很血清这一幕 然后 然后接下来这个他看到抱爪打死的人他就来看这地洞怎么回事就那个他妻子老婆就躲起来啊 躲起来就 就藏在这个暗室你看他叫他小孩子不要 不要讲话躲起来躲在那个地洞旁边的暗室就就躲过一劫了啊 就躲过一劫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敌人已经走了啊 他出来的时候敌人已经走了 他这个女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瓜子脸 还真漂亮 我觉得他很漂亮啊 眼睛又大他刚好跟我们的 可能这也是我们后来的 在东北亚的这个 自己去变异的他 这边比较宽然后眼睛变得比较细了 眼睛变得眯眯眼了 因为中南美收的那个 另外一只的黄种人他没有眯眯眼 这个是人种学医都有考证然后这些人就抓走了啊 那那村落被烧然后 然后他就把他 把这个 人都把他压起来 然后 这个这个就是那个带头来抓的那个 敌人的首领 首领的就是等于是军队的首领了 因为他们等一下还有城邦的那个 城邦的国王啊 这样子军军队的首领啊 等于是头目啊 来来这边打结的头目 结果 哎这个 他也被抓了啊 刚才恐惧的那个人 他抱爪一看你也被抓啊 我也被抓都被抓了啊 都被抓了 代表说你应该要谨慎的哈 那个他爸爸虽然说安抚了部族的钱 叫他不要恐慌是对的 但是 没有警惕是不对的啊 没有警惕是不对的 结果这个 很好笑这两个不足的小孩子碰面了哈 就这些小孩子就凑在一起了 然后你看这个姐姐好懂事这个女孩子哈 抱着这个 这个女生有点 有点像我女儿 但我女儿是眯眯眼的哈 但他这个但是他我觉得他好懂事 跟我们走啊 就是另外一个部部落的小小的小小孩子 也是大人被抓哈 好你跟我们走 然后这个女生这个你看这个 刘长头发这个小女孩说这个真的好懂事哦 不像我现在活女儿好不懂事 生活环境不同啊啊 生活完现在大大人就 时时刻刻照顾哈 我我跟我太太伦理我这样照顾冰子 那就很交交中 脾气又不好 哈哈哈哈 然后你看 他这个你知道大人出事小孩子会哦 知道大人出事的话他会 马上要来逮捕董事哈 还跟我走他抱着妹妹哈 然后刚好你看 我我的二女儿也是短头发 大女儿长头发这样 哈哈哈 斗得很巧 我就感觉他这一对很像我女儿啊 都我女儿 然后旁边这个小小男生又像我儿子啊这个 所以还真的有时候很巧啊 看到他们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看他好懂事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可爱 然后跟我们走 然后你看那大人最后 被压走之后经过这个河流嘛 然后 然后旁边的小孩子 两个不两个部落部族的小孩子 你看有些是戴草帽了是另外一个部族的小孩子 然后这个女生说别担心哈 小女孩说别担心我会照顾他们所有的人 啊 你看这这一群小孩子好可爱啊 然后我太太看这一部啊也是好多年前了 刚结婚的时候 这部电影十几年了 不止了快二十年了吧 快二十年了查一下啊 快二十年了 那个 他那个时候 我太太看了两次 在有手机之前了在电脑上看了 但因为他他也很他觉得这小孩子也很可爱啊 在这边哭 可是好懂事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懂事 然后就经过这个 森林啊 经过这个就是 这风景很好 他这个地脉啊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秀这一张啊 因为 我前面提过 玛雅人也有风水的观念 他有地脉跟风水的观念 跟你中国人一模一样 反正你有什么他一定会有啊 他一定会有 你有什么他有什么 只是他留在十七时代而已 那他留在十七时代的原因 我都提过了吗 绝对不是智慧不够啊 就是 到了那一边整个新大陆啊 在欧洲人去之前 没有牛马 但欧洲人考证是说 说 在原始时代他经过北美的时候把牛马都杀光了 烈杀光了 所以才会没有牛马是规扯 规扯 真的是规扯 因为你不可能烈杀光嘛 你不可能烈杀光那个时代的原始 哪怕北美都是部族啊 你不可能把大型的全部烈杀光 那美洲野牛怎么回事呢 你为什么没有烈杀光美洲野牛 美洲野牛不能寻话 那洛马又怎么回事 洛马是到了南美洲有了 洛马 洛马很雷若 不能骑 他只能载货 不能骑 然后他走得又很慢 大陆叫草泥马 拿来骂人用的 他没有牛马 他们那个人物种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他们能寻话的植物 你从植物上面就可以看 确实他们能寻话的植物也不多 就是玉米 我们中国有五 叫五谷嘛 那个 你可以查一下上古时代 商朝以前的五谷 所以你的食谱比较多 他们食谱不够 他们食谱就是 有很多肉类了 然后就是玉米 能够 但植物比较重要 你进入农业社会植物比较重要 那他们其他的菜类也有 水果也有 但是 主食 你看主食 能够巡浮的不多 种类很少 但是从植物在看动物 就清楚了 绝对不是猎杀光的 所以你 分析一段历史 和别人什么学者在讲 你要做综合 像我这样做综合考量 你不能被 带着走 这个话题就 就被带着风向 你就以为啊那都是你们的祖先经过的时候把大型猎物杀光了 所以最后没有 可以巡化的受力 规策哈 第一个不可能 十七时代的 环境他没有办法 最重要是环境没有办法大规模破坏 你在十七时代的时候 然后印第安人跟自然界 是比较共生 形态的 还没有大规模 环境没有大规模破坏 你在怎么猎杀 猎杀不光啊 因为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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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哈你的那些 狩猎的东西都很落后啊 还是十七啊 没有金属啊 不像我们中 中看中国的那个犀牛什么时候灭亡 犀牛犀牛是到汉朝 到了南北朝的时候还有 南北朝之后才开始 没有犀牛了啊 你看那时候 因为为什么把他抓来当铠甲 你看那时候都有金属 而且 认为犀牛是不吉祥的 因为他撞人 他破坏田园 然后撞人 所以才会去猎杀 然后包含一些 野巷 基本上 他们认为是凶兽 凶兽 但后来发现要保护 但是保护的时候 现在的那个亚洲犀牛只剩下 只剩下山区有一些些 很少了一块绝种 所以你看到了金属时代 你看中国人的眼壁就知道 那个那个玛雅人那边推理是错的 你没有进入到金属时代的时候 你不可能猎杀光他们 所以他确实在当时的原生环境 就是 没有牛马 所以过去的然后能够巡浮的植物也不多 那你说在这种环境截然不同的状况之下怎么 后来经过农业社会最后再发生 文明的时候 竟然跟你中国是同时的 然后产生的东西是 对的刚刚好 对的一模一样 连逻辑都对的一模一样 你就不可能说这是因为人种 和那个连续题的观念 你可以 看我前面在讲 讲那个 讲那个 郑恶下西洋的那两集 你再去把它听完 我做了很多推论 真的是完全对的刚刚好 那绝对就不可能是 你们这些人解释的东西 他一定有另外一股力量 造成他们堆砌的 这就等于是物证的 论证 有证据有实物 实际的物体 来对的刚刚好 这就有证据证明他们两个是对的刚刚好的 所以我的理论 对不对吗 你这一讲 这整个论证下来你就可以清楚 因为绝对不可能 你再往前推 到东南亚再往前推的那文明形态都差好多 代表是物理细造成的 一种特殊的东西造成 因为到最后你连风水的观念都一样 这怎么可能啊 所以我才会讲那两集 那个中国 当中国人最后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到了 中南美遇到马亚人的时候 他说你这怎么会跟我们那么像哦 然后就讲了一个殷商移民说了 他就说啊对 所有马亚人都说对 我们就是中国人来赶快来帮我们 快救我快救我 对马上对 那你现在去找一个找一个马亚人 然后你去跟他讲他一定说对了 他一定对 他要抱你大腿了 我不是抱你大腿你要抱我什么都给你抱 中国人其实真的是这么想的 我后面证明给你看 但是 那个是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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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造成 历史命运的我前面都提过原因了嘛 很复杂的旧大陆发生的一切历史演变造成的哈 所以才没有办法跟他接轨 没有办法跟新大陆的这个 马亚人接轨 他称他叫新大陆也真没错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五都门自圆系最后一个发生的地方哈 如果马亚人救起来的话 整个每周一大片都会是他们的啊 真的是会不得了哈 那你看他的实力会有多强啊 然后 这个这个女生就跟照安抚他的小孩子啊 不要害怕啊 那这个女生他化妆了这样真的是 不同不同的 黄种人的面相但又是个美女啊 真的是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女生的 好好好漂亮 啊那不讲啊 小弟弟忍耐一下啊不要这样啊 然后再往下一幕你看 这个头目就跟这个在旁边这个是坏人啊 就是他的第2个第2号将军 第2号将军 因为他自己擅作主张他就说你想要跟我决斗对吗 他就把他压服就对了 还是一直在演这一幕就是代表那个当时的 社会都是暴力暴力现象啊 暴力来来控制那那废话 你现代人不不也这样吗 你现代人你敢说你没有这一幕吗 老大来打老二 哈哈哈你敢说现在人没这一幕吗 啊穿西装打领带的 啊你敢说你没有吗 不可能吗 人不管怎么样都都人性是一直延续的 那到了晚上他们把他压着走哈 用这个竹竿 你看这个这个竹竿 中美中有竹子吗 你看这竹竿啊 可能有吧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一这部分我都没有考证啊 你们有考证的人可以告诉我啦 中美洲有这些竹竿吗 压压范人这个竹竿 因为竹子我一直认为是东亚的物种 中美洲有吗 因为我感觉好像是没有 没有的话这就是一个硬伤 硬伤了 有竹子吗 他或者他不是竹子有其他的 类似的 但是你这个结很像 啊不管 因为我我其实都会喜欢做全方位考证啊 所以竹子我查的结果是 是是东亚的物种 东亚的植物 然后才有竹损吗 那他们他们没有竹损 除非是类似物种 不然 不太可能 这等于是一个 不是那个时代不是那个环境会有的东西 那就是演戏的问题 演戏 搞错了 啊 你看这个傻大哥就很生气了 我要进来带着这些狗杂种一起死 因为他想到他太太 被奸杀了 被这些坏人奸杀 他后悔没有再多杀一点坏的 多杀一些那些部落的人 然后他们就被押结到 押结到这里 押结到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 关键来了 我快速讲过去 遇到这个小女孩 只有他身上有 有异病 刚好的整个部族都有异病 就是他们 在那个 靠近他们的城邦 快要进入到城市里面了 城市外围有大量的 死亡 那个瘟疫的 问题 然后就他一推掉这个小女孩 这小女孩说你害怕我吗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预言 他就说你害怕我是对的 你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死的吗 就跟这些坏人讲 这些去抢掠的那些人讲 他说祭祀的时间就快到了 就讲那个 那个 等会会见到的祭祀规模 他就预言了 小心 今天的黑色 小心带来美洲豹的人 从大地淤泥重生 有东西会遮蔽天空 把你们给撕开 然后毁灭你们的世界 然后那个男人 引起这一天 灾难男人就在你们身边 就讲把我抓 然后这些人不理他了 就进去 继续进去 进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到他在彩这个白色石灰 这真实的 这一幕就是真实 真实存在 真实有 因为他们考证的结果 金字塔有那个白灰的那个 他们石灰去去涂抹的 有白色跟红色 有红跟白 所以他们很漂亮 会弄得很漂亮 那个金字塔和城市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所以你看 那个烧 开始烧这个石头来取那个粉 把它烧毁掉 然后你看这个玉米田他们大旱 除了瘟疫之外就大旱了 这个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考证的话 是真实存在他们 也会有瘟疫跟大汉 汉灾 然后 等会我再讲 因为汉灾 汉 他们的汉灾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环境是热带雨 所以他们汉灾的影响 不会这样赤地千里 跟中国不一样 因为中国是大和文明 他们不是 他们 他们的 所有你看到三连星的 跟中国的就 旧大陆的四大古文明 都是跟着大和走 大和文明 他们没有 那这个最关键的原因是跟 物种有关系 他为什么不在密斯斯壁和 美国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在 不在那个几个 美国的几条大和发展文明 因为物种没有 因为他们的玉米是在热带的 因为在祖石跟祖石有关系 玉米是在热带 所以那边比较容易发展出城市 然后又没有受力 他们没有办法把它 弄过去 然后 你没有受力的话 你那改良的那个 技术也跟着发展不起来 但他们的 基本上不太会有大汉 因为他们是刀根火种 只有可能环境破坏掉之后 种植出来那个地肥 肥力不够 会饥荒 这比较有可能 但是汉比较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 他们因为考证结果 他们有水利工程 他们饮天上的水 他把天上的水当作河流 所以他们基本上 不会有这种赤地千里的这种汉宅 所以这演得有点夸张 只有土地的那个 肥不够了 环境都刀根火种 烧光光 然后他们换一个地方 是有可能的 你看这个 就开始拉 压进这个城市来 压进这个城市来 你就可以看到他后面的建筑 基本上这个建筑就比较像当时的 这是 他们真的是考证 这部电影真的是考证当时的他们的那个建筑 所以老外虽然 没有杰弗逊的 美国人的那个导演 大导演 虽然说他 保留了很多老外拍电影的习惯 都要丑化其他民族 只有我最优 但是他们有个好处就是他们会考证还花大钱 那有钱杂吗 啊 然后你看下一幕 他这里的那个 这个玛雅妇女的这个 服装跟头饰 这里就比较像真实的状况 还会穿衣服的 包含 妇女妇女 男性也会 男性也是 那只是要耕田劳作的时候 因为那边是热带啊 所以才会穿的很少啊 并不是他们不懂穿衣服 野蛮人 不是啊 完全不是啊 所以那个 他这里那个 那个美中美洲原住民啊 骂 梅尔吉尔布讯 并不是说你没有给我板碎的原因 而是因为你 你本来赢我们祖先是很好的哈 但是你你你你那个 这个有些地方是丑化 怎么还有游猎部族的那应该是 这早应该几千年前他们刚到中美洲的那个 上一万年前了 接近你接近一万年前了 像那个暴爪那个部落 他应该是接近 接近一万年前哈 那个刚到中美洲的时候 呃到中美洲最南端 是一万一千年前 是应该是一万多年前 的生活方式的 刚到 中美洲那个玛雅地区是丛林的时候 发现很多丛林的时候 刚到那边的生活方式才是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里的那个 才是比较 后来的玛雅人 进入 农业文明的时候的玛雅人 是这样穿的 啊 这个才比较像啊 画的像猫一样 中心还有一个那个 有点像是那个 玛雅文字 这个这个才比较像 比较像当时的玛雅人 这个 所以这个才对啊 不是那个暴爪的部落是玛雅人 暴爪部落 我其实那个是会 基本上没有有猎不足的哈 你在中 中美中 大部分都被刀根活种 耕种过啦 大家他们都知道农业社会了 哪怕是乡村了 他们也是 也哪怕有乡村会去打猎 这很正常会去打猎 但也不会说他不知道 城市 也不会说他不知道农耕 啊 种植一定会有 不会纯粹只靠打猎 那只是副食品啊 就增加一些食食谱而已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啦 你看这边 下一幕 玛雅妇女哈 这个 他有那个纺织 那真的有 他们有纺织哈 只是他们那边没有蚕 不然他们会有丝绸 他一定要跟你中国人一样哈 他的做法 他的意境 他的 他的那个物理底层物理 刚好就跟你一对的哈 对的刚刚好 对的刚刚好 他你可以把它看成另外一个中华 他是另外一个华夏 另外一个中华 只是 环境不好 那个地理位置不行啊 物种地理位置很好啊 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是没有 会比较慢接触外来的人 我最早在讲五毒门的时候讲过嘛 他比较慢接触外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物种啊 问题卡在物种 所以他们 才只能保留那些 保留文明的底 但是起不来啊 起不来一直起不来 但是你从他们身上你就可以知道中国 文明发展的顺序啊 你从他们身上就可以 比对的出来哈 就不是真实的历史的 讲的那样子啊 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所有的 包含毛笔 因为我讲过他们有毛笔 所以说毛笔你就可以知道是上古 后来 古代说是蒙田发明的 后来发现更不是啊 上古就有了 才觉得很奇怪 那个很早就有怎么会有就有毛笔了 那你从他们 玛雅人身上他们的毛笔你身上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毛笔在石器时代就有了 那间接就引证我讲了吗 文明在二段体的文明他会比较慢进入到文字阶段会大部分留在图像上但是文明的基础会先建立好 文明的基础会会通通都先把它打底打好 因为他是整套的 二段体各自都是整套的但是会漏洞百出 一定要双骨 双骨合必才会完美 然后再去跟三连星去做做对应 是这样子的 整个人类文明应该是这样子的 起源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他们这个 纺织跟中国的 还真有点像只是因为他 没有金属都是木头跟那个东西 所以形式跟你走一样但是他 没有办法进入到丝绸 那么那么金的原因是在这里 然后你看还有染布的 他们真的确实有染布的 他染布的那个想法跟你其实也是很像的 然后 当然其他文明也有了但是 他们的走法跟走国人 所以才会有我讲的吗 我前面讲的后来中国人 去到那边才说 这跟我跟我们主线实在太像 他们马上报过来 对我就是中国人 你要对我负责来赶快赶快去真言 才会有清朝末年那个宣统年间的那 那段故事欧阳羹 欧阳羹 我跟你讲过欧阳羹 你再回去找了 再去找我前面讲的欧阳羹的故事 就这样 就这样来的吗 欧阳羹最后就说 他们绝对是殷商移民 他们自己讲的 他们自己讲不能做数 希望你 你救他 希望你 你帮他你给他什么 他当然讲说你你讲的都是对的 我们就是殷商移民 事实上你后来考试更不是 殷商之前他们就有文明了 早在商场4000多年前 跟中国一样 所以他的时间 他的时间的那个定位的坐标 你就可以把它看成 在中国历史上会发生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怎么会天底下有这么巧的 我后来发现 真的对的太巧了 那绝对不是 学者讲的那样子 一般学者讲的 不然绝对不会那么巧 那现在的学者也有发现 包含现在的一些 历史学家也发现这两个民族怎么莫名其妙 会对的那么巧 那只能说是 那你祖先过去 所以带了很多过去 可是过去的时候是游烈啊 那解释不通 只有存而不论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现在告诉你 那他们不信就不信 就不要讲了 就是这第六门专论 就不要讲了 你看下一个他们浑身 开始涂蓝 就是 他把那些俘虏 就 就 就男生的俘虏就涂蓝色的 那要祭神了 然后 然后他们祭神 等会我再讲他们祭神的东西 你看他这个 这是贵族 贵族穿的就这样子 他把他讲成交涉隐意了 这些 这些都在演的有点夸张了 事实上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他们有礼仪 只是他们的礼仪比较原始 不像我们经过儒家的 洗礼之后 有礼仪比较正 比较正 然后你看下一个 那个 男生就被带上去金字塔 女生的话就 就就就就就就把你卖掉 他是他们会抓抓人来卖 他是这样子 那你说真实的状况有没有这样子 有 祭神了我等下再讲 这也是那个 本片的那个 原住民大骂的地方 你羞辱我们就在这里 讲的都好野蛮 好残忍 他有一部分残忍 但事实上 不是你想的那样 然后一进来之后 你看他 这木墙 我为什么把他截下来 他把服务带进来 这木墙 他上面有文字 他文字 上面就是玛雅文字 里面讲的一些数字 跟一些符号 这些确实是 就是你看 你看他们早期的文字发展 他是用方块字的概念 又跟你是一样的 又跟你是一样的 然后我快速带过去了 然后 你看看他 这个暴爪 暴爪一来之后 就很惊讶 这些图形 这些建筑物 这些图形 是怎么回事 然后 你看这群众 有台教的 他跟你跟我们中国人一样 会有教旨 有教旨的民族很多了 包含 古埃及 也有 罗马可能也有一些 有 后来他们也有了 所以那个有教旨 他这道并没有说他的 他跟中国的独特之处 倒不是 但是他们一样 大人要做教的 要人扛 然后不走 然后接下来就把 你看用阴架的方式 慢慢往上 往上拉到那个 那个金字塔上面 你看他上面就丢 丢那个人头下来了 开始在砍人头基神 挖心砍人头基神 恶心 这确实有 他们基神有两种 一种是抓战俘 他并不是去抓那个 游猎部落的人来基神 这一点就不对 这是当时 美洲原住民在骂的地方 说你把我们的祖先 演得这么丑陋 这么恶心这么坏 当时确实有那个 杀人献祭的 这都有证据 但是他那个是 你要把他看的是战俘 有点像商朝 夏朝也有 夏朝有 找人来活买 那个殉葬的 夏朝商朝都有 找人殉葬还有 很野蛮的那种 杀 杀俘到了周朝 治理作业 周公治理作业就就禁止了 就没有 没有那个人殉的那种 状况 除非到后来那个朱元璋故意恶搞的 朱元璋恶搞的原因 这个我就不提了 那是他个人的原因 但他 他感觉自己被穿小鞋了 我前面提过好像 那我就不提他了 但那一段时候 后来明朝又废掉了 就近代了 明朝又把他废掉了 过不久又废掉了 又废掉的 废掉之后 其实 代表说 其实你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得到 我们古人的印子 这确实是有 所以你从 再从我们的古人才去反推他也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清楚说 其实他们确实是 把战俘抓来 挖 是有 但他不可能是去做游猎的 这一点就是美洲原住民讲的对了 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不可能是去 故意抓人来基神 为了基神 不是而是 战俘抓来之后基神 战俘抓来基神 这个 抓来基神中挖心和砍头的那个 那个基神的是 还有那些 踢足球的 他因为他们把足球当作战争了 因为他们是城邦嘛 我们足球叫处局是打军事演习 替代军事演习 因为我们已经成立帝国了 那他们还在城邦 然后还是石器时代 所以他们足球跟你对弃之后 他的那个 是把 有人说是在输的那一方的 队长会杀掉 那也有人说是赢的那一方的队长杀掉 我想赢的对 赢的那一方队长杀掉 基神是什么可能 那谁都不愿意赢 那队长一定乱搞 难踢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觉得输的比较有可能 所以他基神这一部分是这样的 还有他们另外一部分基神跟中国 上古时代对弃的是一样的 就是 女性 会拿去 丢给和审 我们在记和神吗 那个在古代 在中国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废掉了 是在 战国时代 西门报志业 可以去查 他把那些巫师找来吗 他说你说要那个 继神太好了 那那就有有女生被抓来要嫁给和审 丢到河里面去啊 就哭啊 然后西门报就说啊 那 这你们应该有知道了啊 那个你你你讲那个神 只有你知道啊 那些女孩子不懂不只不懂啊 那你帮我下去问一问好了 就把那些 祭司那些全部 巫婆啊 那祭司全部丢到河里面去 那女孩子就放走 那所有老百姓很高兴 那后来这一船是十船百 那整个黄河 黄河的那一些 就废掉这个这个这个很很丑陋的野蛮的那个 野蛮的那个稀疏 可是玛雅人还保留 玛雅人这是真实存在 因为玛雅人的那个池 有一个部族了 也不是所有的 城邦 有一些部族的城邦 他当他觉得那个 可能 投给那个水 水水水水不够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水利工程了 因为有些地方有水利工程就不需要 那有些城邦还保留这种习俗 把女孩子丢到那个池里面 就是那个 就河省 就是 水生了 还要找那个水生了 所以这就很很残忍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上古时代的中国 然后这在三年星在古文明的时候也有 人人训 在 济神或人训在 在 两河流域的那个美索不达明亚 早期也有人训 也有他们挖到有人训 然后也有 杀杀人济神的有 但是在进入到那个洩行文字之后就慢慢这就没有了 所以他们很早 你可以发现那三年星他很早 然后 古埃及只有在他蝎子王 摩羯大帝那个那个那个 老外有拍的那个 那个就是第1王朝之前还有第1王朝 古埃及第1王朝有人训 还有杀人济神 但是第2王朝之后飞掉了 很早 大概5000年前就飞掉了 看 三年星那个时候 他很早脱离的 三年星比较快 因为我讲过他由浅入生的 那 二段体是由生回浅的 所以比较慢 他二段体会比较慢 所以这个时候他还保留有 但是他这个时候保留 马雅子走了一个很特殊的回路 他在 古典时期就是 在中国的唐朝以前是他们的古典时期还有前古典时期 一直到最早的奥尔梅克文明的那个时期 但是到了 后古典时期才比较多的杀人济神 后古典 就是到了 中国的唐朝以后 中国的唐朝 中唐以后 中国唐朝开始乱了 他们也开始乱 然后就出现这个 这个杀人济神 一般的考证的说法是说从 北美洲就是 现在墨西哥北方靠近美国那一边的部族 南下侵入他们结果 变成城邦了 不是阿兹特克 变成城邦了 变成城邦之后 把那个野蛮的习俗带进来的 这有可能 可是问题是 他们也被同化成马雅人之后 你怎么可能 马雅人不把这个 丑陋的习俗再把它改掉 应该会改掉的 可是他保留 我就一直怀疑一件事情 这是我怀疑 这是我猜想 因为他们后顾点是 中唐以后 这我后面再 再提好了 我现在先略提一下 中唐以后发生了吗 也就是 可是你看一下中唐以后 刚好是中国 开始建立士博士要航海的时候 建立航海技术的时候 然后他们 转一个型 中国转一个型 开始要往海上发展 所以到五代十国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很多南海沉船 所以南海九段先是这么来的 很多南海沉船 当时开始在摸路了 碳气摸路了 我前面讲 郑和夏夕阳的时候讲过 从唐朝的时候 中国一直在累积航海技术 为什么 要找人 找他们 然后他们刚好也产生一个变化 就是 大量的祭神 我后面讲 他这个祭神祭的方法就很特殊 就是 开始出现这种 女性祭神 那是原始时代就有 丢那个 某一些部族 不是全部 然后 男性被 战俘被抓到之后 战俘 强调是战俘 打仗 被抓到的 丢下来 祭神的 是从我们中国中唐以后 然后他祭祭谁 我就我就怀疑一件事 他就是为了要 提醒所有的细胞 也就是老五 老五要提醒所有的细胞 有神要来找我们 所以这就老五 有感觉到 有 有东西要找我们 有人要找我们 那所有细胞感觉到是有 神要来找我们 所以他会用这个 这种方式去做 虽然说这个方式很丑陋了 去抓 俘虏 就打仗的俘虏 拿来这样继承 很残忍 因为原始时代 你不能怪他们 他们还在实习时代 单位细胞 这些是个体 他意识不到那些事情 但是 群体的集越意识 他们的深度系 群体的 也就是老五 已经感觉到了 他要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了 所以当中国一变化 他跟着 同步 中国一变化 他就跟着同步变化 他的变化的方式 你看下一步 下一步 就是重点 你看一下 他身上有很多玉佩 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写的 这个这个玉佩 他要记那 库库 库库 尔坎 库库尔坎 库库尔坎就是羽蛇神 我为什么说羽蛇神跟中国 他要跟你产生一个同步对弃 他要等你来 他要等 等你来 这边就是一个证据的 也就是从后古典时期 他们把那个库库库尔坎的那个 神职 就羽蛇神的地位提高 很早就有库库尔坎 但他们这里就是 地位提高 在现在的考证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环间破坏 刀根火种 所以 羽不够他们要杀人 祭 祭神来 求羽 可事实上是不对 我认为这个真实的状况不是这样 因为那是热带羽林 而且他们有水利工程 他们会存水会蓄水的 他们有水库 所以 所以他不是 真实状况不是那么简单 你看他身上带的这些玉佩 跟中国上古时代的玉佩都一样 都是一个礼器 玉佩是礼器要带在身上的一个礼器 那 这个上古时代中国人其实应该穿的就是跟这个 很像 很像 然后来之后玉的 文化慢慢转变了 但是 很多刑制跟他们还是一样的 一直有保留下来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玉 那玛雅人也是到现在都还有玉的文化 还有玉的文化 只是他们比较穷了 所以现在 他们的没有像中国还有玉的市场 玉失败的 然后你看下一幕 这一个另外一个 祭司 他这个人你看他长相是不是像中国人 如果你单不要 你就看他的长相和身上配的那些玉配是不是像上古的中国人 一模一样 那个玉的形制也可以把它跟类比 然后都是带在身上和脸上 因为 中国是死人 他们也是死人 死人要富 富玉 把整个玉 带个面具 金驴衣那种 把全身覆盖的玉 然后玉一样是通灵的 这是他们 他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贵族都 配了很多玉 然后 西班牙人去抢他们的时候只要金银 这玉他不要 他石头 只有 马亚人跟中国人把这个玉当做是很有价值 只有这两个民族 然后你看他们继承重点来的 他们继承就是 瘟疫感染了我们的庄家 就是他们的 东西 然后他开始 开始要杀 开始 继承在这个塔顶在那边喊 然后 开始要杀人 他开始 要继承这个 是存在通常是对付战俘 然后 底下就开始 就要杀到那个暴爪的男主角的时候 突然天上开始日食了 因为这个日食他这边演得很好 他的日食等于是玩弄底下的一种全书 玩弄群众的一种全书 因为 日食产生他们能算得出来 什么时候日食 精准到 绝对不会有偏差 这是他们 玛雅的那个基石的一个 一个 一直密传的一个知识 所以绝对不会有偏差 因为他们对时间很敏感 我后面讲他们为什么对时间很敏感 他们的文明设计深度系 就是对时间非常敏感 所以他 群体在运转的时候 他可以精准到这种程度 而且他也会跟你一样做磨气感应 只是他没有那个物质条件 但是他 他 从他跟你同步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你就可以知道他感应到你要来找我 就像是这个日月合璧一样 他预测日食一样 然后你看那个月月球就把那个太阳给吞并了 就是 就是遮挡了 就产生日食 这边是日全食 然后大地一片 黑暗 然后这边就 就就 上面就在喊他说酷酷而侃 饮下慈悲鲜邪 这酷酷而侃就是 羽蛇神 羽蛇神 我在前面有提过 就是这个小节那边羽蛇神就是龙 你可以上网去查 羽蛇神跟龙很像 那你 这是从后古典时期 我刚才前对应我前面讲了 他从唐朝以后开始 把这个酷酷而侃的地位弄得很高 而且把环境破坏当作 就是说 蛇哈 羽蛇 口渴 口渴 所以那个 那个 没有喷水出来 因为我们中国龙会喷水 他们的羽蛇神会喷水的 跟我们一模一样 他是管雨水的 他会喷水的 那就是因为 要喝鲜血 酷酷而侃才会 满足 满足 他其实 我认为 会把这个丑陋的习俗弄过来 就是一直在提醒底下的细胞 这个羽蛇神 迟早会有一天会来找我们 要来找我们 他已经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意思 为什么会有 因为这个酷骨而侃在除了在 那个 就是羽蛇神 中美洲的龙 除了在马亚区有之外 在阿兹特克也有 也就是他又后来又把这个影响反馈回阿兹特克了 那就是北美洲 不是 他们的北方的民族 墨西哥北北边 也算是北美了 靠近北美不算北美 因为美国人现在不承认他是北美 你墨西哥不算北美 那个 反馈那边然后那边就传了一个神话了 就说酷酷而侃要找我们 他说再过不久酷酷而侃就是羽蛇神 会来找找我们 这个应该就是从马亚人那时候传出来的 因为马亚人的记录全部毁光光 我前面提过就是那个西班牙人过去西班牙人过去把他们的纸张 他们有纸张也有毛笔 也有书法 我好像前面都有秀过 把它折叠起来 折叠起来跟我们那个折书一模一样 然后写的是方筷子 也有书法 然后 那个所有大量的记录都少掉 现在只剩几张 在博物馆 在他们那个那边的博物馆 你可以去找 可以去找 你上网就找得到了 可以看了 所以说他你说他是不是另外一个中国 另外一个是华夏 那所以他这个把那酷酷而侃提高之后 让整个细胞都产生 产生都流传的这个神话 就是扑顾而侃 龙 就是羽舌神要来找我们 羽舌神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在想老五 他就是要运用这个方法 让所有的那个单位细胞都知道 让这个落后的部组全部都知道 羽舌神要来找我们 所以只要老四的那个东西 那个船队 因为中国是有龙的标志的 一接触到 他们的 他们的时候他们任何一个单位细胞都会认得 你是酷酷而侃 然后 你来找我们 你来找我们 所以他们绝对全部都会知道 所以产生了这个效应 我认为这个就是产生效应 就说老五在等老四 他这就是一个等待 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两条龙 他这边做了一个准备动作 你来的时候我可以马上接球 也就是你输气给我的时候 把我的文明体质往上拉 我就要摆脱这个原始 蛮魔的状况 所以他就等于是在等待 等待交汇对接就对了 他在等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讲他们这个祭神为什么从唐中起以后 刚好是中国人开始要航海的时候 他们 出现这种 比较残忍的这种祭神 这很不好了 但是他这是他 老五的一种方法 老五的方法 但他绝对不会一般人就抓来寄生 一定是外敌 有敌人 你是敌人 杀你 然后抓到了俘虏 拿来这样子做的 他们一般 对自己 人是不会的 这个是 中美洲的那个他们在骂这部片子的时候讲的 然后最后过了不久之后大家就欢信鼓舞了 就是等于是 凝聚统治令 你看这统治者 统治者就站在上面了 你看我能够 满足神的要求 他等于是狗固权力统治 这部片子故意要这样演 但会不会有这个成分我猜有可能 有猜有可能 因为集体意识的目的是 我前面讲过集体意识跟个体的意识 他的目的是不同的 但是 你一定是个体是服从集体去做的 所以他 他要 告诉所有单位西把库库而砍要来找我们 这个羽蛇神要来找我们 就是龙要来找我们 那你们通通都要知道 用个方法让你们通通都知道 那单位底下那些人就趁机会掌握权力而已 这个就是单位西把 然后接下来这个 暴爪没有被杀 暴爪他们就带到那个竞技场去 就这样 要来除掉他们了 就觉得是你妹妹有价值 拿来狩猎用 然后就他放他们跑 就一跑就这个大个子就中箭了 你看 这个这个长得很像中国人的大个子 我不想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长得很像中国人 还长得像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你看 另外 另外那个暴爪跟另外两个人就马上变聪明了 啊就变成他为什么要对着跑就是走蛇行前进你比较不好猎杀啊 他们马上变聪明了 然后结果他后面有一个 阻挡者就是那个 刚才那个头目军事头目的儿子 然后那个 大个子没有死抱住他的脚就他被 结果那个他的儿子就拿那个来砸死他 然后最后这个暴爪有中箭 暴爪中箭然后那他那个 军事头目的儿子要杀他的时候被他来一个漂亮的反杀 我说这是一个漂亮的反杀吗 把他匕首抓住然后反 拿拿你的剑来把你刺死 而且直接是要害哈 让他死 结果那个军事头目发现儿子被杀了 赶快冲然后那个暴爪赶快跑 跑掉之后暴爪一直跑我往前冲 结果跑到一堆 都是处理尸体的地方上面我为什么你结这一幕 他上面这个棋子 四角棋 跟中国古代的那个四角棋一样是标志 我不晓得这 当时的马亚人有没有我是没有看到但是没有杰弗逊他这样 设定这样拍 背后的棋子就跟中国人的那个一样如果真实有的话 他看一定是问了当地很多原住民因为他要做的很像 拍的很像 那问了当地原住民如果有的话这又是一个跟中国的一样的地方 会有一个四角棋 他是说这个地域是一个标志就对了 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子 然后你再往下看啊 他就跑到森林里面了 把他从林里面了 躲起来了 他终于 逃到从林里面 结果 后面的人就追呀 他说 他在树上 他就开始在怀疑 他在哪里 就追那暴爪 这暴爪就 冲到 在森林里面跑就竟然惹到黑豹 就是前面那个预言 那个得瘟疫的小女孩的预言 惹到一个黑豹 然后结果这个黑豹就 可是那敌人又跑过来好死不死就被黑豹咬死了 活该了 那个谁叫你要去追暴爪 黑豹爪 然后接下来 关键一幕来了 他说征兆已经被预言 因为他们一直 很喜欢 做预言 为什么他们会做预言 因为他们对时间的感知 特别敏感 他们 你看他们的名字 他们都会加一些数字 不一定全部 但是有很多人都会加数字 所以我才 看那个十八图 就觉得很好笑 那是在 在六百多年 也是唐朝的 接近唐朝初期的时候 七百多还是六百多年 一个 科攀国王十八图 被斩首的 还有记录在上面 这十八图 然后那个图一样是跟月亮有关系 他们的也是这样子 然后他们有一个17什么的 16什么的 所以我在写那个黄道物件第2部 有些人有买 我有写玛雅人的故事 有一段 就是为了要找他们 然后他们里面有个数字 那为什么数字 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那个 深层八字很很像 我们有 我们每个古代都讲 人 那个 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会研究一下深层八字 他们也是 只是他们的那个 深层八字的数字会取来跟名字做对接 他们也是讲你出生的时间 你每个出生的时间 会造成你这个人的一个命运不同 你看讲法跟中国人一模一样 但他们会更敏感是什么 因为他们的立法比中国人更复杂更精确 所以他们会很 哪怕 民间都会讲预言 你将会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会预言 会讲很多鬼话 但这些预言不一定准 但他都是用时间坐标 去做一种 统计 那他统计的就比中国人还要精密的多 他强就强在这里 我前面讲了 他强在哪里 他强就强在这里 然后你自己看 我这边有标了 二段期的时间系是走距向状态的 我刚才有讲跟三联系相反 三联系的时间系是走抽象的 就像印度阿山那种 走抽象的 二段期的时间系是走距向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威力会很强 因为他既是时间系 他会对很多时间的东西会很敏感 那他统计 观察环境和分析的方法会完全不同 但他又有很具体的东西出现 又很具象 所以他会用那个人的那个头型来做文字 方块字的那个 符象 也跟他们的 你一个人的表情或人在讲什么东西 叙述什么东西拿来做文字 拿来做他的方块字 就是因为他走这个时间系 很早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定这个时间 每天都在算时间 因为他发现 只要你时间算对你什么事你乱做也成功 时间你只要真的理论上算对 你乱做你也会成功 然后你只要有基本的空间的 很粗糙 但我时间很强的话 就可以乱做成功 他又是具象 他就会分析的很精确了 这是他强的地方 之可其他还在 石器时代文明 没办法发展出来 那反而我们 二段体的那空间是走抽象 中国是空间系反而走抽象 所以我才会 有前面那一段日记 唱那个 万寿无疆那个 日记那个讲那个 老是喜欢在历史上面做抽象化了 所以我们的历史人物才会一直被整 看不懂你的抽象啊 但你有走空间系 你就你又喜欢分布在整个自己的历史跟具体文明上面 哦这是关键哈 这是关键哈 那就就二哈 那你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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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了 然后结果你看旁边还是有人不信的哈 因为他他儿子被杀了哈 他讲你的话毫无意义哈 他讲你你在那边又在讲那个预言的话 因为那时候有准有不准 所以他重点不是在说你的预言准不准 重点在于你 的一种思维方式 如果你真的找到具体东西能通的话 那你这个话就就有意义了 这个话就又就有意义了 那就跟你叙述空间一样 所以这是玛雅神发现的他的深度系的文明的一个核心哈 你叙述时间对了 就等于叙述空间对了 你叙述时间错就等于叙述空间错哈 啊 他是 这个这个文明体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就是就是没发展出来的哈 就是 卡在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才做一个剧烈的变化 要等老四来给他 因为他这老四想找我 所以才能 我我我这边就可以断定 他老五已经在做准备动作 我要接受老四的东西 他知道库古尔坎要来的哈 知道龙要来了 所以才会传到你阿兹特克都知道 他一定是 从北 到南哈 除了印加一直在山上印加帝国是南美的一个帝国哈 但他是结神祭祀 他 有粗糙的模仿玛雅人但是没有 模仿他的文字 他觉得文字是累赘 所以做结神祭祀 所以神话在那边 没有传到 没有证据有传到 但是从 阿兹特克有传到的 那个那个 龙要来找我们 羽蛇神要来找我们 可以证明 老五当时连旁之系统这个讯息 分散到旁之系统去 他等于做了一个全面等待的动作 然后你看 接下来他们就跑到这个黑暗的 雨林 因为雨林 底层都上面都输液 黑暗他们点火一直追 然后这一幕是 他的 他的老婆跟儿子还在地洞等待了 他怀孕了吗 还在等待 然后他就一直跑啊 这个然后生命力正强 他中箭了 还能够跑 这个人家说生命力实在太强了 然后接下来又一个被杀他是被毒蛇药死的 哈哈哈哈 毒蛇药死 那个 接下来跑到一个瀑布旁边 然后瀑布旁边之后他就跳下去就开始挑衅了 我父亲就在这里森林打猎来呀 你有胆子来呀 就是要要要嘴炮来骂你 来来挑衅了 来气你了 因为我杀了你儿子吗 你杀我爸爸我杀你儿子 他们就全部都跳下来 他进来就跳下来 他跳下来之后 那个 他就赶快跑 好就遇到瀑青 就从就又是预言了 就前面讲预言 预言那个黑豹的美洲豹的吗 说中了 然后 这预言这个这个这个哈 这个就从地里面泥土里面出来的人 还预言 预言的利用浑身瀑青 他就用浑身瀑青 你们可以去看啦 用蜂窝来反击 因为瀑青就不怕风钉了 蜂窝来反击 然后这一段开始音乐很紧张 很有节奏 我很喜欢这一段音乐 这你们自己去看啦 他的这一段音乐 我就不播了 你们可以看他 他就拿这个荆棘啊 然后你看弄这个 剑毒蛙 剑毒蛙是陆地上面最毒的 毒性最强的生 毒剑 剑毒蛙 那海里面毒性最强的 好像有另外一个你要去查 毒性最强的一些生物 这剑毒蛙至少是在陆地生物上面 他的毒性是最强的 几乎没有什么生物 动物敢吃他 然后有生物学家是说他养了剑毒啊 从小开始养 他没有毒啊 那为什么 野外的剑毒蛙也毒 基本上那边先 有些猎物他会他会试得 剑毒蛙是有剧毒的 他这边就用剑毒蛙 只要一点点剂量就可以把一个很大的生物毒死 这个毒性很强的 然后 他就拿那个 剑毒蛙的针 然后这一幕又是 他老婆自己亲自 这女主角一直很想上去 自己靠自己的上去 结果失败了 然后这边他是用剑毒蛙的那个吹剑 就对付对付他的那个 烙 吊尾巴的人 他开始激烈的反击了 然后 然后用吹剑干掉他之后 再用 再打死他这个杀他爸爸的那个 第二把手 将军的副手 这个也是那个很猥琐的那个家伙 一扶把他干掉 因为他是他哥他爸爸的那个 喉咙 然后 然后杀掉他之后来继续跑 在下雨天就那个将军 这就是带头的这个童母将军 带着剩下只剩两个手下的继续跑 那天开始下雨了 下雨之后这个女主角 就就又要生产了 就很狼狈要生产了 那个底下开始积水 然后 这边就 节奏越来越紧张 结果 他最后在男主角身就就放剑 然后去射他 射到他肩膀又没射死 然后他就往前冲 要约单挑 结果中了见陷阱 男主角他在 这他跑回家这不 附近他这个地形他都清楚 哪里有陷阱他都知道 然后 结果 就把他引到这陷阱来 结果这个头目就被 陷阱给 被杀掉了 他等于是报酬 另外两个 剩下两个手下还追 看到头目死掉了 你看那头目都是挂在这 那两个还在追 还在很坚持追啊 那抱爪已经快不行了 跑到 海边趴下来 他跑不动了 趴在海边 因为他就是我前面讲他们部落在 在海 海边附近 那就趴在那海边 趴在那海边之后 其实 其实这就有点错误了 因为在当时的 那个 玛雅人的考证他们海边 他们也知道海边和风景很漂亮 他们会 建一些海边的村落和那个 都市不会是部落 他会用石头 把它堆成一个一些房子 很漂亮的 他们也会 不要以为人家 人家就是野蛮人 不懂风景 没有杰伯逊说乱拍 难怪你会被那个 中美洲原住民骂 你根本在侮辱我们祖先 真的是在侮辱 侮辱祖先 你这个这个乱言 跑到河边 重点来的 惊奇的一幕 他们三个人都 吓呆掉 抱着跑不动了 你看很疲倦 结果旁边那两个要追杀他的 就不杀了 因为他们三个人都看到一个很 很惊奇的一幕 这一幕就是我刚才讲的 老五真的有在动员所有的细胞 只要当你们看到这个惊奇的一幕 你马上就要去联想到是枯骨而坎 也联想到龙 然后如果你再想想我们那个正和下西洋的那个 真实那个船堆 我们会交吗 交龙 因为皇帝用五爪的 但是你的那个皇帝派出去的钦差大臣那些 不那个胸口那些服装都是四爪的 你代表皇帝的吗 代表皇帝吗 四爪或三爪 交龙 叫民间用三爪官员用四爪 然后皇帝用五爪了 或皇家了皇家了用五爪了 五爪龙 所以他是四爪四爪交 但是四爪交 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是枯枯而坎 他属于枯枯而坎 你就可以看得到他是 他是龙如果 你在想想这一幕如果 他看到的是正和的船队 他马上知道这是龙来找我们 他会采取什么什么什么反应 一定是友好的反应把你当神 对不对后来他们也把那个西班牙人当神 跟这个老五先前的动员就有关系了 跟先前动员有关系 他就会把你当神 所有细胞就把你当神 那你是不是 不会有敌对动 动作你就不会误会 你是不是就交会对接很很快就会交会对接 然后中国人是很快就会把那个 东西通通教你们 你看他是不是以事先就有这个 这个 准备的可能 所以这是很极可能的哈 所以他们为什么惊讶就看到 船队了他认为应该是枯枯而坎要来了 真实的情况 我认为第一个看到 看到这些西班牙人的那个船一定会想到枯枯而坎 神要来了 所以后来把他当神是有这个原因 有这个很深层的社会底层原因 可是来的不是神不是枯枯而坎 来的不是羽蛇神的 羽蛇神 不是龙 那来的不是正合的舰队 羽蛇神没有来 我前面有讲过原因了吗 正合为什么 半途而废 因为惊动到了 我在讲1453那一步 你再回去看一下西洋室撕不去 羽蛇神没有来 来的是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一波 我就点点点 你们知道了 后来就恶意来杀他们的 为什么来的是他们 我也讲过了 默年知道你们想要 想要想要想要对接 他就 提前动作 你看一下1453年那个 提前动作 我讲那个那一部土耳其片 然后你看然后结果这个 这两个要杀爆爪的 就不杀了 就往前走 就呆呆 呆若木鸡的这样往前走 就好像中邪一样 一直往前走 他一定要去看那个 这就是正常老五细胞肥的反应 所以我说这部片子很巧合 在这最后一幕他也对了 是但是 但是很抱歉不是 真实的状况不是为了等你 而且这这些这个反应是 预先设定很久了 这是你老外自己不知道 老外不知道的 现在所有人都不知道了 只有第六门 来告诉你 所以这一幕确实是老五的细胞肥的反应 全部都呆若木鸡 像看到外星人一样 看我们现在看到外星人一样 要去研究你 你怎么回事 那到底什么 就那个 这个男主角抱爪就赶快跑 跑回要来救老婆了 把他的妻儿 把他给拉上来了 你看他 他刚好 在水里面分娩 把他怀孕的小孩子生上来了 那他又有两个小孩了 他赶快把他救上来 把他老婆小孩救上来 然后那个老婆就看到那个海岸的船了嘛 他们是什么人就开始在问了 他们那 有一部版本是说那个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他没见过船了 那么大的船 他们知道船了 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知道船 他们有船了 他们也会 做前海的捕鱼 都会啊 不要把他们当得很原始啊 他们也是老五啊 他们是第五门啊 他们也是也是印门啊 他是第五门啊 他说他们 他们到底那是什么东西啊 他就说 就是他们带了很多人来 有个版本是这么这么翻译的啦 他说我们要去看看他们吗 要过去看看吗 那男的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 他说我们不要 我们还是回回林子里吧 我们要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 但我这边标注就说没错 你正常的细胞这样反应才对 因为来的不是苦苦而堪 来的不是龙 来的不是羽舌神 来的不是苦苦而堪 他是要把你们他们干掉的 后来也真的把你们干掉了 所以我后面再分析了哈 所以这就是 细胞 这样反应才对 你们要把那个元气 躲 躲回森林里面 躲 能够存多少细胞 就存多少细胞 能救多少就多少 所以现在马亚人还有后一哈 我后面再讲哈 要躲回去 因为来的不是这个有有问题了哈 情况有问题 有变 来的不是 不是苦苦而堪 然后他们电影最后就是他们这一家 就回到森林里面要做重新开始 就是 等于是 很 悲剧最后的喜剧了 坏人死光 这样才有观众要看 然后躲进去 然后这部片子哈 是 没有一句英文 人家讲 他都是用那个 尤加敦马亚语来来拍的 然后把那些 把那些 印第安人找来练一练 因为他们的语言都不太一样 像我们有很多方言 一样 所以他们也会练一练语言 大家统一使用尤加敦马亚语 那有些的语言不太一样哈 不太一样也没关系 讲出来你也听不懂 一般观众也听不懂 啊我接下来在做深度的分析了哈 啊你看一下 这张 年表 这个是西方人 去考证 那个时间其实很模糊 他其实这个时间并 不算是真正的 并没有算是真正的时间 也就是并不精确了 因为他是考古的 有很多记录都已经被毁掉了 但是由于他们的立法很精确 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然后你看那个整个 玛雅人的 演变史哈 他大概西元前八千年前就一万年前 一万年前到 四千年前的时候 就这六千年的时间是 是远古时期 远古时期基本没有文字啊 这段时间没有文字 然后大概在 前古典时期就是 四千年前 出现文字了 跟我们在考古的时候 在殷商 不是殷商是 瑶都 瑶都的遗址 有考古 发现文字 只是中国人的写法是用 当时就有用那个类似毛笔 写在陶冠上面的 陶冠上面 所以很清楚那个时候有文字 大概也 中国也是四千年前有文字 然后那个文字跟 我前面好像也提过 跟 甲骨文是连同的 连同在一起的 那么很清楚就是 他跟你跟我们是同步 产生文字的 我整个讲完我再讲他的立法 里面有很多很 很对气的事情 但他立法里面 他有用一个常例 常例等会再说 但他里面有提到一个他们 常例的那个 使用的开端是 西元前3114年的8月 我看一下 西元前3114年的 8月 11号 这个是用儒略力 是用公元的 反推回去的 用跟他的立法接轨之后 反推回去 他竟然能够 精确到 那就是西元前3114年8月11号 到底是干什么的 那是在 玛雅出现文字之前 他竟然说这个是立法的开端 这个立法我等会讲 但是我先讲这个 这个 那这个时间你把它对到中国就对的刚刚好 我讲过二段题 中国文明跟玛雅文明基本上就DNA的两段 它是一段一段双骨螺旋的有整套但是漏洞百出只要两个相结合就就完完毕了 至少是二段题完毕 二段题的功夫是完整的 所以他 跟你的时间产生同步 他历史上发生什么关键时刻你就会发生什么关键时刻 所以这个五千多年前 他可以精确到8月11号 五千 五千一百一十几年前 五千一百多年前 那个时候是什么中国的什么时候中国完全没有 因为中国在那个时候是 是神话因为我我我提过中国是空间系的 所以他的时间的很刻板就 很容易产生这种断层 所以 中国的纪念年表 是在西元强八百四十一年之前 就就就就就就就片片段段片片段段 然后到商朝的时候 现在好不容易接轨回来知道 知道商朝什么时候没有啊 精确的时间 然后再往前推呢 直到夏朝的之前就有文字 是夏朝的时候有文字 就是夏朝之前就是 遥顺那个时代 就有文字 那个文字是很只只有一两个 找到证据啊 是一两个 因为那个地 地点大概也是 那个时候 那五千一百多年前 你想 我们中国时间讲自己有五千年历史 可是那到底是皇帝吗 皇帝宣言是在四千六百年前 人家这么猜啊 那五千一百多年前是谁 福西女娲 那个部落 又又找不到证据啊 但是你从五千一百多年前 等你去看三连星 你对到三连星就知道 因为他 五都门当中的三连星啊 五千一百多年前刚好是印度文字开始 转型的时候 印度的那个 象形文字 准备要世系转平音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记录也不想死 但是 我提过印度是 三连星的时间系 玛雅是二段体的时间系啊 那基本上玛雅的 时间跟他就会对啊 所以开启的时候 就可以用 老五的 东西来看老三 那相对你就可以知道老四基本上在五千多年前也有文字 那你就知道我们 我们中国的五千多年前也会有文字 所以你考古证据就可以发 发展到就是 他想要创造文字但只有图形 那个文字并不能严格意义上还不算文字 这是图形 但就是你的前期 你看三连星的那个 老老三的他的他从图形转转平音就知道他在做文字变动 那二段体马上就警觉到我们也要开始做文字 不是警觉啦就是 会触动到 我们也要做文字 因为他 这五个是 物理系在去做链接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时间去判断啊 你可以从这个时间判断 所以你看 他的前古典时期刚好就是我们下朝开启 你说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哈哈哈 然后因为他不精确了啊 西元前一千年是什么时候 他就说中前 中期的前古典 前古典的中期 开始 西元前一千年是干什么 我们现在考证这个是粗糙的啊 一千年大概是商朝灭亡 进入到咒潮了 五王伐咒那个时候 约略五王伐咒的时候 他进入到 中期的前古典 前古典 开始热的时候啊 已经开始有一点 有很多文明的形态出现了 然后晚期前古典 西元前六百年有什么时候 西周密王 哈哈哈 你看是不是差不多就刚刚好 因为这个整数意思就是他考证是拆的 但是你把西周密王对过来 你大概知道他也发生变化了 啊 其实我们要进入到春秋战果 中国进入到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个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 我前面讲那个 西洋史的时候开头的时候 求助二段题 就差不多这个时间 那个三年先开始出现 出现问题了嘛 就是 春秋时期 中国进入到春秋之后 春秋中后期还不到啦 要 西元前大概四五百年的时候 他开始求助二段题了 那个时候刚好是晚期前古典 然后 中国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 为了要救三年轻 他也跟着变 他马上就进入到 进入到 晚期前古典期 哈哈哈 他又分得很细啊 你自己看了啊 晚期晚前古典 西元大概西元一年 西元一年是什么时候 西 西汉民王 王莽串汉 那时候 老四摸气回来 那只要中国产生变化他就会 就会有一 一些一些关键变化出现 然后终端前古典期 三国时代 就三国时代 和东汉晚期就三国时代老四练功啊 然后你看他的中期哈 古典期 刚才是前古典 现在是古典期哈 前古典有奥尔梅克文明那些 你可以上网自己去查我就不讲了 那这个 古典期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成熟了哈 大概是属于我们中国的 十六国春秋南北朝道水堂 这一段时间 最关键的时候 950年 这个比较精确了 因为那个时候 玛雅立法的 雕刻的文字 碑文 已经可以了解了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 发生一件 他们发生了很 一个很大的文明的 变迁的问题 中国从靠近太平洋沿岸跑到大西洋沿岸去哈 就是现在的 秦奇依查 那个地方 他从那个玛雅潘那个 和潘那几个地方 发生一个巨大变动原因不明啊原因不明 人家猜测是因为刀跟火种产生自然环境破坏 所以他变化可是你如果拿来对应到中国历史就知道为什么这样子 刚好 5点的晚期中国就进入到 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之后了 然后混战嘛 一路到五代史国 950年 你自己去查对应中国的时代 五代史国了 快要进入到北宋了 那个时候很混乱 那个时候也是整个文明 文明破坏 整个破坏掉 可是中国是实质上那个时候 科技一直在提升 然后开始摸海 我不是跟你讲 就在这个时候 准备要找老五了 所以老五也要跟着变化 就想着想要找老五了 但他不敢有太大的动静 所以慢慢去摸海 所以五代史国的时候 一直到唐朝晚期其实就开始了 你就会看到南海的很多沉船 然后一路到印度洋去摸 那你可以看到 玛雅人他从太平洋 往大西洋 就是现在 勘察家半岛 北岸 他进入到大西洋沿岸 他就在等 你从这个时间的变化 他的周期跟你的周期对得刚刚好 后古典时期 你看一下 后古典时期 他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前后古典 前期的后古典 后古典的前期 那个 1200年是干嘛 蒙古 蒙古 你自己查那个关键点 蒙古西征那个时候 那代表 那个时候 你可以知道 老师已经是 决定 这个时候要打动作了 然后 晚期的后古典期 那就是后古典的 那个时候就是 他也跟我们一样有异族入侵 我们是异族进来把他融合补士 他也是异族入侵把他同化掉 所以才有那个什么杀人寄生 这个时候的那个 那个 我讲过那个 羽蛇神的地位提高了 库库的地位提高 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传闻了 从那个 北方的那个 一些旁之流传下来的那个 那个故事就知道了 因为玛雅的 记录文字全部被毁光了 那 反而是 阿兹特克有留下保留这个传说 因为阿兹特克也信羽蛇神 跟学玛雅人 他去模仿玛雅人的嘛 所以他的神话故事 你可以判断玛雅人也是这个神话故事 说羽蛇神 将来有一天要来找我们 所以羽蛇神的地位要提高 提高很多 然后 最后接触到 1539年是他彻底 开始崩溃的时候 就是西班牙人已经来了 接触时其实1511到 1697 1697为什么很清楚 我在前面讲那个正和下信仰那段的时候就提过 但是最后一个 躲在山区里面那个湖旁边那个 玛雅城邦 最后一个玛雅城邦被西班牙人找到了 他已经在躲了 然后不管 这很恶毒 西班牙人很恶毒 但是 连现在的西班牙人后代包含 欧洲人 都在想你当初为什么这么恶毒 一定要把别人毁得干干净净 他们都愿意接受改变了 接受一些改变 然后 可是 发现西班牙人就是要他 包含把病毒瘟疫传进去 而且是恶意的 然后毁掉他文字 杀死他所有认识字的人 他的城市全部都要破坏 剩下乡村的全部来信念主教 他把你彻底都毁了 一干二净 然后 你就可以知道真的很恶毒 所以他那个时候 玛雅人在最后做了一个挣扎 一直到清朝了 16 1997年大概是已经先朝了 那个时候 其实老师早就已经知道的老五糟糕已经完了 救不了他了 接触不了了 别人已经接触先登了 而自己也已经开始准备被包围了 所以他一直都不敢动 一直装不知道 其实他内心很急 一直很想接触他 因为他他就是 你的时间系统 然后我们是 玛雅人的空间系统 你把这个文明 整个正常的文明发展路线 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他的空间系统 他们是我们的时间系统 那一对气的话 那这个文明体制就是 基本上就是完整的软体 很难破的 跟三连星一样 他只要 三连星是很早就接触了 但是他要的是地卖 哈哈哈 他要的是地卖控制 稳定 趁着你还立足未稳 三脚立足未稳 而破掉了 所以旧大陆有变 情况有变 才会造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老五真的 真的很可惜 他没发展出来 然后我现在来看 告诉你他的那个立法 立法你自己上网查 可以查得到 我这边就只是用约略提过去 他的立法很复杂 我还准备慢慢把他给复原 慢慢的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他 并且 衔接中国的天然地址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表象躯壳了 因为 你要的是他的整个活的始终 活的始终就是整个文明体 这个文明体要活的 那么如果两个 衔接在一起会发生什么 什么变化 这个因为没发生不知道 但是 我敢跟你讲 绝对 现在的中国人绝对是 我有一个失地了 老外一点都不是威胁 整个世界都不用怕 至少 虽然三年星不在了但是 至少我可以撑很久的时间 我可以撑很久的时间 虽然说 终究还不是末年对手了 但是 所以你看一下他的那个常力 你竟然他的他他们对时间的感知非整个群体啊 集体意识对时间感知非常之灵敏他们的常力 基本上可以计算六千三百多万年的每一天了 可以标注六千三百多万年的每一天 六千三百多万年 物种言话 死心计 死心计六千三百多万年的死心计啊 多万年前恐龙才灭亡一两百万年而已 那是死心计时期啊 那时候哺乳类才刚开始出弄啊 到现在 但是他常力不会用到 六千三百多万年 他是 只只用到后面的那一段大概每四千多年四五千年吧 是大概五千多年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常力啊 他用后面五位数而已 然后他 然后每一个每一个时期他都在矫正一次 那矫正量然后你再看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历法 去计算 那很多 很多的 那个考古学家还有一些 学者就搞不懂 历史学是搞不懂 为什么他们的文明 基本还在十七时代 为什么就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历法 他有必要用到这种 时间 时间历法吗 然后在那个 而且 他们在 一天做单位的 但是我才有时程 跟中国一样的时程只是他的技法跟我们一样 他的时程的技法跟大概是跟我们类似 用的是 夹 夹子 夹子 就是也是天干利之配 中国比较呆板 所以那个时程就是用那个 天干利之继续配夹 夹子日 以丑时 我举例这样讲 就一直反反复 就是那六十个机会 他们不是 我猜他们那个时程也有另外一个 牌法 但是他们还没有 没有 生活上完全没有要用到 原因是 还在十七时代 但如果接触到 那个精确的时代 我相信他又会有一个新的矫正立法 就感知这个时间 但他们用 立法这么多个 我可以判断一件事情 判断一个所有的学者都 都不知道的一个事情 就如我前面讲的 你做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 你只要把时间 和时间系统 算出来 你就等于算 算 计算了所有的 空间变数了 时间变数只要全部算好 那就是空间变数了 但是 人类还没有那么厉害 人类还没有那么厉害 除非 他 玛雅人后期 如果他有进入到现在这种资讯时代的话 他的立法可能是会吓死人的 他可能已经可以计算到 利用时间系统来做工程 他不必要用工程力学了 这就是时间系的文明体制的 的方 概念那你会吓一架他他其实就另外一个中国 中国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所以实在是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我约列提一下他的那个庞之 属于庞之系统 什么米斯特克 阿斯特克 还有印加 他其实 基本上他都是 模仿 玛雅人然后再去延伸一些东西 就是庞之 庞之系 那他们的庞之系统 他们的社会体制反而比玛雅人健全 他就变成一种很奇怪 老五变成一种奇怪的分布 那老五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缺陷 他虽然时间系 很偏专时间系 的东西 那他在他在工空间工资的分布上面 他就他发现他少了一个很大的一段 所以他会感觉到 他会需要补助 所以才会流传那个那个神话 而且他也 竟然能够 跟老四 用同样一个图腾去对接就是龙 就是一看到这个龙 那就是我实地没有问题 然后再对比一下文字 主要是文字系统 你的文字系统跟他的文字系统基本上就是 六书俱备一模一样 六书俱备 只是用法不同而已 他是用 头型符 那他的他的文字我仔细去看一下 研究一下 有密码 所以绝对是你实地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有密码的 然后难怪他的历史会变成比较比较比较这样子 那关键 关键是他没有 就是没有受力 以及他的能够巡浮的物种不多 然后第四是南北走私的 我前面提过很多 所以才会造成他们的 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就这个原因 但是以石器时代的标准来讲 他是最完整的 他已经是发在石器时代的最最顶端了 因为曾经有人做一个测试 就是他们的那个农业生产力 以及他们的 那个 风俗文化 来去做 对比 同样石器时代的那个 来做对比 他已经最高了 其他 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石器时代 都没有办法证明说你能够超越马亚人 如果同样都是石器时代的文明的话 这很清楚都有证据的 那 就很明白的 可以判断 确实是物种跟地势的问题 造成他没办法 跟我们一样健全 地势文他在交流 交流 他们南北交流 那都横跨就变成气 气候都改变了 然后都是走路 没有办法 这太可惜了 所以现在 我之前在前面有提到过老五怎么复活 你不要小看 基本上中国将来 你能够活多久就靠他 我敢跟你在那边下一个断言 你中国的未来的能够还能够活多 你的文明活多久 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 我讲过天井要把第二根了 这个要看我前面讲的 如果你要抵挡末年最后一集 他那个最后一集我那个猜出来了 最后一集那个你必须要 要把老五复活 才能做抵挡 他就是你的时间器要把时间的DNA加补上 你才是完美的双骨螺旋 然后要跟他做最紧密的结合 这个民族是最紧密的 你可以 你可以秉除所有其他不要的国家了 但是不能没有他 他一定要把他给 紧紧的扣在一起 紧紧扣 可是你看现在的分布 现在的玛雅人 他现在玛雅人有 有玛雅军 我会查一下 但是他玛雅军是在丛林里打游击战 他们也已经准备想要反抗 最近那个资料有显示 玛雅人 他的那个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增多 大概一千多万人口 你看比台湾的人口还少 因为 金钱被灭掉了 大规模的杀 杀他跟灭他 然后整个土地全剥夺光了 你生存环境都没有 那他们现在还在乡村 像在 因为墨西哥人 因为墨西哥现在都是毒硝 然后政府已经失控了 都是独家控制 然后玛雅人趁这个机会也建立 也割据一方 他现在有玛雅军 那个大概几万 可是问你玛雅军的墨西哥 政府就利用他们 觉得又在骗他们 然后 还是剥夺他们的那个 然后他们现在讲他们是属于土地 肤色是土地的肤色的人民 大地肤色的人 你看讲法是不是跟中国人一模一样 我们是大地肤色的人民 黄土 黄土然后黄色是很重要的 他们也是啊 他们也有那个色泽分那个方位啊 他跟中国人的相似的地方实在太多 你仔细去比较 已经很多人比了我就不讲了 我前面也提过 那 他现在剩一千多万人 然后在墨西哥里面有马亚军 他们也 也弄了很多枪 要监离马亚军 可是问题是 被墨西哥政府利用啊 他现在只能割据在乡村 没人理他 乡村很穷 没人理然后现在有一些他们人他们现在也想到一个方法啊 就是人口给他 繁殖 变多 他们所以他们大量的一直在生小孩 但是问题 生活条件很差 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想办法要 杀他们就是用剥夺他们很好的生存环境 所以他们才要建立反抗反抗游击队啊 所以现在他们有马亚军 然后也有个马亚旗子 马亚旗 你上网都查得到啊 马亚旗 只可惜还没立国 还没建国 可是这个时候 你绝对想不到他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中国人的救命稻草 要把他建国还把他文明复兴起来 这才是最关键的 你才可以抵挡墨年的下一招 那下一招一定很狠 你不要看现在的变化好像跟你中国不关 其实他都冲着你来的 包含现在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Torky 那个土鸡 奥斯曼的苏丹梦那个艾尔多安 苏丹梦 跟普京起冲突了 然后 阿拉中东还是混乱的来源 那你不要看他他这种变化 他基本上就是 第二根天顶鞋 拔开来了 第一根天顶鞋是 那个 西方人的 第二根天顶鞋就是伊斯兰的 那伊斯兰的话 他要找一些很躁动的那个东西 来来把他搓 一直搓 一直搓 搓出那个热度来 所以基本上 那个热度 一起来之后 你马上整个文明体移植 就往下往下滑 然后就是从底层把你把你跑掉 从底层跑掉 这个这个我大概猜出来 但是 到时候如果文明往下走的话 你中国文明会 会比 西方人来敲关 那个时代就清朝末期那个时代的敲关 还有可怕 往下走的时候还有可怕 这我就不提了 这我就不提了 但是 解决之道 我已经 告诉你了 就是他们 就是你的师弟 师弟 因为你看他的阵型 正式 他现在是游击队 北面是一个很强大的美国 接下来控制他的 直接控制那个墨西 墨西哥南部 控制一个很烂 然后都是独销控制 然后生存环境弄得很烂 很破 没有一点人文体制的 墨西哥这个国家 很烂的 自然又很烂 那因为谋杀特别严重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就是不要你起来 有个很强的在压在北方 接下来又是一堆独销来控制你的土地 破坏 来搞破坏的 你的那个马亚军你没有用 很容易就被 被分派系 有些被独销收买 都有可能 然后其他南边还有两个国家 那个贝里斯还有几个国家那个中 中南美的我看一下 就是瓜地马拉 伯利兹 接近靠近宏都拉斯还有一些巴亚人 伯利兹 还有瓜地马拉 那这两个国家也是一样 很弱很烂的 所以 所以你那个文 他现在那个教那个玛雅文字 因为他是很成熟的一个文字 跟阿兹特哥跟印加杰神 其实都不一样 他是很成熟的一个文字 他现在也想办法教 电脑也有留他的那个 那个马 那个国际的那个电脑码有留玛雅文字的 但是一直没有人使用 因为他文字本身不成熟 没有人认得 没有人认得 但你可以看到他就像一个妖精一样 妖精他是另外一只龙 被压在一个 一个塔下面 北边是强大的美国 这也是你中国的敌人 要来咬死你的 南边在压一个那个很烂的那个 墨西哥毒效果 那个是 根本就是不算 无政府状态的 然后你的人文体制又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一点资源 但是如果 他的人文体制制变起来 我认为 中国将来一定要靠他们 把这个时间系统找回来 然后 然后 整个中国才叫完整的中国 不然不完整 不然不完整 因为 有他们那个文明题才是完整 那么 那个地方最好能够 将来冒险出兵 冒险出兵 如果我是我的话 我一定出兵 先秘密的增援 最后 拼下去 你美国不行的时候 我就拼下去了 我管你三七二十一 管你三七二十一 我就把他复活 用尽 投入所有资源 可是 老师一直不动静 我猜就是他怕动静太大 末年的速度就更快了 第二根天底鞋开始在慢慢抽了 可是你不要再犹豫了 你先前就是因为犹豫 所以政客才没去 就是因为你老是犹豫 所以政客半途而废 虽然那个 怕跑到欧洲去了 很危险了 但是就是因为你犹豫呀 要是你不犹豫的话就 就达正了 对不对 现在还怕什么 现在中国什么都不怕 至少 至少几百年都不怕了 那 那现在就不能 啊 我就想要把他救回来 所以你看老六 就认为要冒这个险 因为 你不冒这个险的话 天底鞋还是在抽吧 只是你现在 连你东亚都没搞定了 因为美国 压在前面了 台湾都还没搞定了 但是我认为台湾搞定之后 下一个就是他们 就是要救他们的 就是拼下去了 拼了命 把他给救出来 把他弄出来 甚至 我还跟跟你说他的重要性 牺牲一点领土 不怕跟他拼了 牺牲一点 最好是在让他就在 玛雅的那边 搞钱 就直接救他 直接 不计一切代价 把他弄出来 因为 先前的那个历史 历史的措施 实在是 你这样就可以知道老是 他的弱点 因为他是走空间抽象的 然后他知道 虽然说知道这个很重要 但是因为抽象系的东西 他 会有很多 不确定性 系统的不确定 所以一旦他发现 他很容易就判断这个危险 可能会高于我的 我的那个 我的投 我的我的投入 不像我们 比较 个体的意识 比较能清楚的判断 他的判断性 可能就会 比较微弱因为 他他发现 这个 一旦有一变的话 他就就好像精神紧张的一个 精神敏感的一个人 他一旦发现抽象系就这样子 你只要外界一个具象一个变动 他马上就会做激烈的变化 抽象的 形态就激烈的变化 所以 那个只要末年 一个都我知道了 他马上就会说回去啊 然后会顾虑很多 所以抽象系有他的优点 有他的缺点 缺点就是 他明明知道很急很急 但是他不敢随便动 因为他知道对方知道了 抽象系在这里 他不敢压那个几率 他不敢压那个几率 但如果 如果是倒过来的话 如果情况是倒过来 是老五来救老师的话 那 很可能就 就没问题 很可能就没问题 所以你现在就知道 那个末年那时候为什么暂时放着老师 敢先去把老五给做掉了 先让 先让 先启动天地跟天地一些吧 然后 拔的时候不 不来找你老师先来 再干掉他 因为你老师最难搞 但是 你也有 你也有这个弱点 都 脱点通通被抓到了 所以 所以我认为 那可能是要靠 我们老六的精神 但是老六没有用的单细胞啊 因为你 你如果 组织多的细胞 马上又被发现 你只能一个个人 个人又没有用 就死结在这里啊 个人的资源又不够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你 你那个 领导人又没有那个意识 对不对 不会有这个意识 那你群体有这个意识 但是你又有抽象系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但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就拍影片跟大家说了哈 整个中国未来的命脉 不在于任何国家 也不在于任何的什么政策 什么的方向 什么主义 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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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东东不是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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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五 因为他 你可以看得到哈 杀这个五毒门 为什么 老三跟老五都还有语气 老三给搞假死 老五被用这个东西给他震住 哈 那个 把他 因为走时间系的整个文明系统 他很容易被摧毁但是他不容易死 他不容易 他就有点像是那种阿米把一样 他就像阿米把他不像他没有他不会没办法用我前面在讲西洋史 是不决的时候 对付老大老二跟 后来对付我们老四的时候用一直用什么抓空打异乡坡土树街 还有一些紧随影这这几个几个招数他用的招数不一样哈 所以他对时间系呢 很只要全覆盖他就挂掉了 这一全覆盖他就挂掉了但是挂掉之后他还会有那个语气 这就是 这就是时间系的文明的特色哈 所以印度现在他他他他他搞他可以搞自杀就是这个原因 啊 搞自杀 让那个很很很很特殊的庞子把我吞光光没关系我我我不会完全死光 然后莫连也知道我没有必要再去追杀你了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原因是 你等于死 你只要死掉空间段就等于死掉了 你就等于死掉所以他现在 老五 也一直老五还能能不能起来那完全看老四还能不能活得下去 只要二段体的空间段硬撑硬 他就有机会把老五救回来 有机会把老五救回来 所以那个老四为什么现在一直不急着动 一直怕戳目你就是我只要 我只要守住了 我的另外一段时间段哈 他就可以 哎他就还有一点气在那边跑 还有一点气 他不容易死 他容易死 但是他不容易死尽 这就是 时间系的文明系统是这样子的哈 那空间医只要你你的你的那个 命脉被打掉你是 消失掉了 就消失掉就跟古 古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一样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那是零 那是归零了 所以为什么时间系 他打三连星的时候先干掉空间系 那你印度就 就回不来了哈 那你只能等世界大同我前面起过了哈 是那不会出现的世界大同你还可以有机会 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不会发生的哈 这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那个 那二段题的话他就他他倒过来的 他先干脆先把你 时间系给压下去 因为他发现二段题的空间系很难搞啊 所以他把时间系先给你压下去 所以所以现在老师不急这个原因可是问题 问题是 我猜他已经急了了不是不急了 是因为 哈哈哈 不敢打 不敢动作 一动作的话那边死 那刀子来得更快 所以他现在是有点像是 该怎么做 犹豫彷徨 但是我老六的看法是不要彷徨 就 等到把美国 哎 霸权给他弄下去的时候就出兵来搞掉你 就出兵 直接就占中南美了 我不是不是针对你美国的 我完全就是为了要这个文明 文明系统就这么简单 你敢废话那就那就打核大战 核大战 打核大战 如果是我的话 那打核大战的 那用核弹威胁的 用轻弹威胁的 换我来拿 然后核武 轻弹威胁 同归于尽 我就是要救我师弟 所以玛雅人的出路 如果这个玛雅军有人有那个玛雅的领袖 酋长听到 出路我好像以前提过你赶快就去找习近平 包大腿 大大 习大 大人我冤 要哭 我是你弟弟 你是玛雅军领袖吗 你赶快征援我飞机坦克 然后导弹 征援一下 然后最好有钱啊 那这个是重点